我們今天要來推大家一條路線 自從山島市場出發 可以一路往知名景點叫做Sky Road 那邊有一個大橋 總長度看的路線應該是10多公里 那爬升也大概400到500公里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參拜完了 這個山島大社我們剛在裡面參拜的時候 從外面鳥居的地方一路往裡面走 經過了好多個門 這邊真的是當地一個算是神級很高的神社 因為聽當地人介紹 其實有很多小細節都可以看出 山島大社的神級在一些細節上是非常高等的 那我們剛在參拜結束後 到他賣一些護身服、伴手禮、御手的地方 其實可以看到他滿多都是可以祈求行車平安 或是出入平安這些內容 所以我們也非常希望在這幾天的拍攝 可以很安全順利的完成 我們現在人在山島車站 我們今天要來推大家一條路線 是從山島站出發呢 可以一路往知名景點叫做Sky Road 那邊有一個大橋 帶大家來看一下 從這邊騎上去之後 然後我們來去逛一下那個大橋 算是當地非常知名的一個景點 那總長度看的路線應該是十多公里 那爬升也大概四百到五百公尺 我覺得算是一條非常適合 騎完車在當地稍微再逛逛玩玩的一條路線 OK 那我們就準備出發吧 喔 這裡就是山島車站 我們剛從後面停完車繞出來 這個地方就是山島站的正前面啦 還記得我們上次來的時候 大半夜的坐新幹線到這邊 然後今天因為我們是白天 所以這邊天然是亮者真棒 很夢幻耶 怎麼會 我家門前有小河耶 好漂亮喔 而且很多鵝耶 好誇張 哇 這個坡真的有考驗啊 一進來這邊 不然來一個 這應該是有八九趴的坡 喔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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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这条路早上来过 刚富士山在一早其实超级清楚 4K红色的 叫做赤富士 但是刚刚一片乌云什么都看不到 还好我们今天早上有起了一个大早 非常值得 松云市 名字天皇 这一整路的房子真的是很古特古香 还很传统 左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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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很重 哇 十五个人 六个人 十五个人 老板好强喔 哈喽,看到大橋了 我們的終點 大橋到了 我們完成了,有沒有看到那邊 那邊就是skywalk,就是走在天空中 那這條路線呢,我們剛從山島站出發 到這邊沿途啊,全長大概9公里而已 其實比預期的短了一些 但坡度呢,是差不多的 因為當地人帶我們走小路 有一條路應該是可以這樣繞一圈 那我們剛剛直接從中間展過去 所以那坡度其實是有點陡 剛剛平均坡度最陡最陡來到了23% 但我覺得蠻推薦大家 這條路線如果你來這邊騎車的話 從山島站出發 像我們剛剛那邊有一個山島站的飯店 它其實在裡面就有提供租車的服務 那如果下次來 我們還推薦租一台e-bike 租一台e-bike 因為在沿途其實幾乎全程都是緩上的情況下 有一台e-bike不會讓你流了滿身大汗 那等一下進去 還可以稍微逛一下玩一下裡面的設施 我覺得這整個流程 這整個行程來講 是非常適合大概一個上午到 接近下午的時間離開 是一個很剛好的路線 非常推薦給大家 如果大家剛好來進鋼e-bike的話 可以從山島站出發 而且其實從東京車站 坐新幹線過來 也大概一個多小時 沒有很久 那下車就可以直接租車 來到這個skywalk的地方 稍微走一走逛逛 裡面還有超多封業 好 接下來我們去裡面看一下 skywalk大橋的真面目吧 我們現在人是在這個叫skywalk 然後它其實是一條超大的橋 你有沒有看到上面 然後旁邊就是我們剛剛拍的 有沒有 有人在玩溜索 就是在那裡 這風景很漂亮 可是小小可惜的地方 就是我們今天早上去騎的富士山 它現在其實是在這個雲堆裡面 但剛好這邊現在被雲擋住了 不然其實這邊畫面應該是會很漂亮 可以直接看到高清版的富士山 哇 剛裡面那個吊橋有點可怕 很多人的時候在那邊走來晃來晃去 真的有點可怕 那比較可惜的是我們沒有體驗到那個 繩索那下墜的感覺 但看到大家玩其實也是非常的盡興 那最後也是要提醒大家 如果大家下一次真的有機會來這邊騎車的話 兩條路線可以供大家參考 在最前面呢 在石板路的那一段 其實我覺得真的有點難度 如果你是騎公路車的話 它的難度其實是有點挑戰 因為尤其你的胎礦不夠的話 路感會非常明確 為什麼會是這樣實質路 其實是因為以前德川家康的時代 它下令從東京建到京都都是這樣子的路 雖然說它歷史這麼久之後 有再把它美化 但是基本上以前的路就是長這樣 然後它就是把東京跟京都中間這個東海道的路建起來之後 兩邊就開始會繁榮發展這樣子 才能有交流 然後為了要保留這個歷史的感覺 它才把這個路弄成這樣 對 我建議大家 如果你騎e-bike 或是像 gravel bike 再來騎石板路線 那其實往下滑 就是柏油路 大家就不用那麼辛苦 好啦 今天就是推薦給大家進鋼 這邊在地的一條非常適合騎車 搭配有一個簡單玩樂的一個路線 我是你的教練 梁作為 如果喜歡我們影片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 如果想看更多我們關於日本型的影片 記得訂閱起來 我們下支影片見 掰掰 你是會怕的人嗎 我們是巨高震的患者 真的假的 那你往前看 我覺得好晃喔 欸 很漂亮欸 我們現在人在skywalk 這個展望很厲害 我們現在這個橋 OMG 搭配這個 真的是很漂亮的玄境 我不敢往下看 我先讓鏡頭看 不要看